不管是提供夫妻宿舍还是允许学生选择室友 都是高校学生宿舍管理以人为本的体现 在武汉大学 持证上岗的学生夫妻可以申请在一间宿舍居住 8月17日 武汉大学官方微信介绍了该校学生夫妻申请合宿宿舍的情况 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 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中情报 中情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夫妻房专门针对本校的博士生夫妻体现以生为本 按照武汉大学的回应 为再读博士生夫妻提供合宿宿舍并非今年开始的 从前年开始就有三对博士生夫妻入住夫妻宿舍 夫妻宿舍并非五大首创 中国教育报曾在2017年报道 当时南开大学实施夫妻宿舍的政策已有十余年 南开有关负责人还解释说 南开推出夫妻宿舍并不是变相鼓励大学生早婚 在年轻人结婚率出现走低迹象的社会背景下 高校设置夫妻宿舍被一些人理解为鼓励大学生结婚 其实从已有实践看 很难说高校提供夫妻宿舍增加了学生群体的结婚意愿 南开大学最多时也不过27对学生夫妻入住 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极低 而且夫妻宿舍对高校后勤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像五大今年只准备八套左右的夫妻间 如果申请学生超过这一数量 还要经过筛选审批 资料显示 武汉大学博士生宿舍大多数是二人间 国内其他高校的博士生宿舍也多为两人见或一人单间 换言之 入住夫妻宿舍并非结婚者的特权 宿舍基本条件并不会因为是学生夫妻而有太多特殊照顾 高校设置夫妻宿舍本质上只是宿舍分配的一种形式 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高校设置夫妻宿舍的用意了 它不是为了鼓励在校生结婚 而是人性化管理宿舍的一种方式 学生领取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以后 一起生活居住是他们的合理诉求和权利 过去一些已婚学生夫妻为了方便选择到校外租房居住 为此承担了更高的生活成本 高校提供夫妻宿舍 为已婚学生提供了低成本的居住条件 其实不仅是已婚学生夫妻 和谁一起住对每个大学生而言都是大问题 大学生主要是成年人 自我意识强烈 作息和生活习惯各有不同 很多宿舍矛盾的产生都与室友之间生活习惯不同 有着密切联系 反之如果室友生活习惯一致 同学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近年来不少高校会体现人性化的宿舍管理 允许学生在入学前选择室友 新生在报道入学前 可以在系统里填写自己习惯的作息时间 学校会据此将早睡者晚睡者分别安排在一间宿舍里 有的高校还在预选宿舍系统里加入了兴趣爱好 性格类型 饮食偏好 是否打呼噜等戏化选项 还提供了宿舍实景图 允许新生自选床位 从而更加人性化的安排宿舍 不管是提供夫妻宿舍 还是允许学生选择室友 都是高校学生宿舍管理 以人为本的体现 大学生已经到了价值观 性格相对固化的年纪 很多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难以转变 高校学生宿舍管理与其一刀切 不如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 更妥善地处理解决学生生活问题 也能帮助学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学习上 增进对学校的认同感 留下一段美好而独特的校园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